伯伯出生在收入微博的普通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个哀叫哀户贩卖罗斯与罗帽的推销员 在当时这确实是一份工作 而他的母亲则是从破旧的雨伞回收房之物 没错,破旧的雨伞 奈吉尔与他的兄弟们,似乎有两个兄弟与一个妹妹 则试图在码头表演音乐卖艺 不过这个计划很快就遭遇失败 因为有只顽固的鹅让奈吉尔吃了一惊 他不小心张嘴把口风情吞下去了 太猛了吧 在奈吉尔的16岁生日前夕 他的父母决定往北移动 他的父亲声称 那里富裕到连猪都能跟我们一样喝啤酒 于是奈吉尔莫名其妙地与他的家人在火车站分离 留下他独自一个人 安安 这条通道原先预计是要命名为皮特桥 用以彰显前首相老威廉皮特 但这个名字从不流行 黑修士桥在1760年至1769年由苏格兰工程师罗伯特米恩建造 维持了将近100年 由于建造时使用刺激的石灰石 因此经常需要修补 在1864年政府决定摧毁他 直接建新桥梁取代取代旧桥 比起不断维护更节省成本 新的桥梁至今仍屹立不了 是由汤马斯丘比特所设计 于1869年完工 在十年后 迪更斯伦敦字典中 小查尔斯迪更斯描述黑衣修士桥 为伦敦最漂亮的桥梁之一 如果当时就有明星杂志 黑衣修士桥估计会被称作当代最性感的桥梁 伦敦市长官邸 在英国的历史中 伦敦市长大多在自宅或行馆中办公 而在1666年发生了伦敦大火之后 我们才想到帮各地的市长们 盖一栋公旗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当然不是所有的市长公用一栋啦 一栋住满市长的屋子 感觉这个迟早会出现的实性秀 日后成为书记官的建筑师 老乔治丹色 被拼来设计和建造伦敦市长官邸 工程从1739年开始 直到1758年才完工 第一位住进官邸的伦敦市长 是1752年时恰值任期的 克里斯宾 盖斯扣格尼 不过当时的官邸还未竣工 现今市长官邸除了作为市长的居所 和办公室之外 更是常常开商业会议 城市欢迎的地方 其中由财政大臣负责报告 英国经济现况的市长官邸演说 也在这个地方举行 坎农街车站 坎农街这个名称和武器加农炮 他原来的名字 坎德维克街或者 早至12世纪时的坎德维斯雀 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只是随着时代变迁 而改变的事物罢了 这条街原先得名于 居住此地的蜡烛工匠和布料商 坎农街车站在1861年时 由东南铁路公司经易会访同意建造 并在1862年9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隔年车站的旅馆竣工 这个旅馆是由国会大厦的建筑师 查尔斯巴黎之子 爱德华谬顿巴黎所设计 车站的落成和邻近泰晤士河的地理位置 促使坎农街摇盛一边成为 往来各方的交易中心 在19世纪结束之前 这个地区就已经被无数的仓库和工业建筑站满了 我们买点去买牛奶 你不用看吗 皇家交易所 英国皇家交易所的出现 主要源自于效仿比利时的商业中心安特卫普 讽刺的是十年后 西班牙侵略了安特卫普 并夺走比利时绝大部分的财产 此举让英格兰成为新的金融霸权 多谢了西班牙 皇家交易所早期最重要的资方 是一名叫汤马氏格里瑟姆的富商 1570年交易所落成 并有一只诈蒙作为它的特色 这只诈蒙源自于格里瑟姆的家族文章 并且在交易所前庭的风向标 以及格里瑟姆的雕像上都可以找到 格里瑟姆的雕像是交易所中 唯一在1666年的伦敦道中没有被破坏的东西 格里斯多福雷恩受邀重新设计伦敦市区 以后可以和设计整个网络 既网路比利的重大责任 计划将皇家交易所设为伦敦的正中心 让伦敦的其他街区以交易所为轴向外发展 第二个皇家交易所从1669年一直维持运作到1838年 又一次的被大火吞噬 而在钟楼陷入火海之前 正演奏着一群苏格兰的厄运林门 我几乎可以确定当时的大火吞噬们不停演奏 苏格兰明鸟是一点关联性也没有 第三座皇家交易所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期间 在1844年10月28日于原先的地点建成 格里瑟姆的诈猛也跳回了他的荣誉殿堂 直到今天 圣巴塞罗密尔医院 圣巴塞罗密尔医院是伦敦最古老的医院 他从1123年由一位旅行中的宫廷弄成华西亚 从英国走到罗马的路上所建 故事描述华西亚前往罗马朝圣 却在路上生病了 就发誓如果他能够活下来并安全返家 就会建立一座医院 你知道的就是那一类老故事 用这种方式盖出来的医院数量相当惊人 最恶名昭章 曾在圣巴托罗密尔医院工作的内科医师 洛佩斯的犹太教信 在剧场上重新点燃犹太罪犯疯场 包括重新复出的克里斯托弗 马洛所写了 马尔他的犹太人 以及最著名的威尼斯商人 威廉莎士比亚的著作 在1831年伦敦开始流行 霍乱时 圣巴托罗密尔的医院 拒绝接纳染上霍乱的病患 你知道当医院说出现 决入内时 你的脸上表情会有多难看 替代方案是把霍乱病患 安置在附近一栋房子里 并随后的疫情爆发之中 荒废 在几年前随着医院扩建 增设了印加医院 里面提供了最先进的设施 包括图书馆 医学和化学播放室 解剖学博物馆 还有解剖研究室 肯威的房子耶 我们上周有潜入它 现在是刺客的前爱德华 前海盗爱德华肯威和女儿珍妮佛 两人一头回到英格兰 得到罗伯特沃波尔伯爵的宽恕后 爱德华前往伦敦 与其他刺客共事 抵达伦敦后 爱德华在机缘下 他遇见了他当时房东的女儿 特莎 斯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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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克利 多块了他的人脉 一个华在 纽波特安妮女王广场 买下了一座小庄园 两人不久后便结婚 剩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为海尔森 但肯威夫妇不像一般的伦敦家庭 因此常常成为差于饭后的话题 他在这边交代了 黑期结束的时候 为什么爱德华又多了一个儿子 爱德华的踪迹很飘忽不定 时常在市区游荡 甚至会到欧洲处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 海尔森子没有到学校上学 海尔很少和墙外人谈话 宅底只有一位常客 爱德华的关系人 雷金纳博曲 他后来开始向珍妮佛献殷勤 让珍妮佛不知如何是好 珍妮佛相当了解他老爸的过去 而当他发觉博曲是因为想要结算 他爸爸秘密的圣殿提示号 珍妮佛便想要警告爱德华 博曲雇了很多傭兵到肯威家的宅院 爱德华被杀害 而珍妮佛则被卖到土耳其去做奴隶 沙特肯威让博曲成为海尔森的保镖 并待他门走高飞的事情也在预料之内 事后沙特留在伦敦招料宅院的维修工人 人们说12年后他意外的墜落身亡 数年过去了 而博曲训练成 而被博曲训练成圣殿骑士的海尔森 在大马士格找到了珍妮佛 这对姐弟在法国的特鲁瓦 质问博曲并杀死了他 珍妮佛回到了伦敦并接掌 在安妮女王广场的宅地 尽管他跟海尔森保持联系 对于得知博曲的诡计人 留在圣殿骑士的弟弟感到不解 他逐渐变得孤立 唯一有激怒的访客是一个年轻的 爱丽丝德拉塞尔 似乎在伦敦进行 某种心灵探索的旅程 居然爱丽丝也有关 看这么长的文章 我可能就要昏倒了 还是要看啊 这个重要诶 不然都不知道之前发生什么事 由于对于海尔森肯为了成就的尊敬 即便认为常有刺客的秘密 成年骑士在珍妮佛在世时并为企图夺取该财产 在珍妮佛死于1805年之后 教团悄悄的买下那块地 没有人知道任何肯为可能藏在内的东西是什么 甚至其所在对于刺客也是多年的谜题 英格兰银行 17世纪在致死欧洲一片混乱的大同盟战争中 吵吵过去 英格兰因为这场战争而损失惨重 尤其在比奇脚被击溃的英国海军 更是当时的统治者威廉三世 无心继续参战 但就在此时 一位名叫威廉帕特森的商人 在短暂的11天内 筹募了120万英镑来支援政府 就是后来的英格兰银行 而当时捐款那些人自然就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股东 英格兰银行提供了堪称世界上最赚的投资 如果早期的股东以100英镑起手 并持续将利息投资回银行钱滚钱的话 在1945年英格兰银行被活有化以前 投资人亏领回4000英镑 但1694年的1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5000英镑 说实在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重要我们是知识男子 连20古堡文章我几乎都跳过 没有懒得读 20古堡我是没有玩过了 你懒得读你看还用听的啊 听我一直碎碎脸这样 英格兰银行原先是以 而精神银行在那之后的25年间 天天造反英格兰银行 要求见他已故的亲人 霍尔本高架桥 1869年霍尔本高架桥竣工 我好像曾经来这边下铺火车诶 这座桥除了被用来障碍 弗利特盒之外 也投入了很多资源去设计 那霍尔本高架桥不仅是 不仅只是连接两地的基础建设 跟是整体城市设计中的一件艺术品 霍尔本高架桥红金相间 哪里有红金相间 感觉到石头色啊 墙面上左影栩栩如生的雕像装饰 这个图真的没有放错吗 总立在四个角的女人雕像 分别代表农业 商业 科学 及艺术 1869年11月 文章丽娅女王正式向世人宣布 霍尔本高架桥完工 霍尔本高架桥对于各行各业 形形色色的人来说 都是令人屏袭的 而高架桥本身更是一个伟大的工程 公开当天的天气似乎是万里无云 那就讲到这边 我们本来要讨论这些高架桥早年的光景 但我发现你已经开始恍神了 你怎么知道 腰兽也很赚 可是 他没有说中间隔了多久啊 1945年到 不知道包含通膨有没有很赚啊 不会有火车也可以算是有车阶级啊 有火车更猛啊 这简直是疯了 我做了什么让老大这样愤慨 在战区正中央徒劳无功 看着我们的军队头上丢炸弹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了什么 因为他有可能是真的 好吧 因为 好吧 已经差不多快20年了 我从来不相信他是存在的 就算我打扮成当地人的样子 我还是把头压得很低 只不过装满前的袋子 感觉就像像了链条的铁球 这些人正在受苦 如果他们知道我身上有什么 一定恶话不说的动手抢走 我正在寻找一间餐厅 希望他还在 和一位巴古提阿尼邦的人会面 他看起来就是那种艺术方面的思想家 每天都坐在那 思索坐在原地 思索有多重要 这个地方空无一人 但门外上锁 在里面有个人正在等我 他很紧张 他是该紧张 我硬举起手枪 我可不想让踢死鬼 他的回应是指着一张板凳的木箱 我就看起来似乎 而且我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价值 我把箱平举 把身上的袋子放在他旁边 我揭开了箱子的上盖 里面有什么折叠起来的东西 一阵梅味飘了出来 除了之外他还脏得要命 要我猜的话 他可能是这个家伙的臭衣服 我让药使环末端带着公司标志的金属弹过去 并看着他靠近木箱时猛烈晃动 我瞥了那个人一眼 看着他眠眠头 我等了一分钟 或许那只是因为 附近安置了某种炸弹 但是他停不下来 这实在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那衣服是 该不会是什么 AGO的衣服吧 OK